她讲的话全部翻译成英文 翻译给同桌其他人听 而当场就让武术民下不了台 向萧美琴呛瞎了就是她 中国驻日本福岗总领事武术民 知道萧美琴的身份后 她故意用中文对萧美琴说 城局都到大陆了 你们来看看台独立场就会改变 萧美琴回说 如果你们撤飞弹 我去的意愿会高一点 没想到武术民竟然说 撤飞弹算什么 搬到北京去我们还是打得到 不止短程中程飞弹也多的是 不止如此武术民甚至还羞辱民进党 表示马英九接受一个中国 我们就给他国际空间 民进党搞台独是死路一条 眼见对方嚣张跋扈 萧美琴干脆借力实力 我就借力实力 把他对我的这些恐吓威胁的话语 就当场立即翻给大家听 我看那个美国人的脸 马上变得有一点尴尬 我想大家听了都有点不以为然 萧美琴用机制返疆 武术民一军 回国后还把这一段 放在自己部落格上 马政府大谈外交修兵 对岸是善意 所以他 Independenc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